絕不屈服 絕不屈服 坚持改革 10月25號是台灣的光復節 在這個歡辛苦苦的日子裡面 我們看到了113憲法法庭所作出第9號的判決 不只把台灣的民友 民智 民想 民主 共和國 我們中華民國再次地打回大清帝國的王朝 這些綠色的大法官終於現行 一個完全干維東場 來閹割中華民國所有的人民擁有的權利 讓我們的國會重新回到了18世紀 把台灣成為世界民主支持 因為有這15位不知廉恥的大法官 把台灣打回專制國民黨 絕對不會屈服 所有的立委 我們撼守國會的尊嚴 我們絕對不會屈服 屈服在賴清德的淫威之下 來修改所謂綠色法官要求的修法 國民黨在這裡嚴正表達 他有一句柯總召說的 如果來到國會不做尋答的話 在家裡寫點書就好了 在家裡搞直播就可以了 不需要來立法院做政令宣導 你是一個無知無恥無能的總統 你沒有資格到中華民國國會 來玷污這塊民主的聖堂 我們不歡迎賴清德先生 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雷污什麼都要再用下去 雷污什麼都要來做 豬富民主的小船 雷污什麼都要來做 unc kale 散這邊 什麼都要來做